病有心生啊 一个人每天的烦恼 忧愁 伤心 恐惧 影响了你的身体健康 学博念经 就是让众生离开恐惧 要想得通 看得明 要开悟 要放下 要不执着 不牵挂 我们要心无挂碍 无挂碍度 我们要心无恐怖 无恐怖度 人应该学会放下 应该学会满足 这是智者的心态 一味地去追求 不属于你的东西 你不但会 迷失自我 而且你还会做出连累很多的无辜 所以最好的选择就是要放弃沉重的欲望 比方说 我们要放下过度的需求 有的人就是在痛苦当中也不会放弃这些欲望 我们要放下过度的需求 我们不能有很多的需求 比方说我们喜欢喝酒 我们喜欢抽烟 我们喜欢游玩摩托比特比赛等等 这些都会让人都会让人失去生命 这些都会让人失去生命失去理智 所以喝酒 抽烟都会损害身体 所以放下过度的需求 台上这里只是过度的需求 说起无必要的执着 人不能活在执着当中 想一想 天天打官司的人就是因为我不满意 我不认同 我不承认 所以很多人就打到倾家荡谈 所以学博就要学会放下 那么放得下的人 这就是开悟 想得明白的人 那就是解脱 台上天天在广播里给大家看图腾 看图腾的目的 并不是说要你也是这么做 我在广播里天天回答问题 就是为了让大家相信 相信了之后 你进入了佛门 那么靠修心的还是靠你自己 但是人的相信是有限度的 有些人就不会相信这些事情 那么台长呢 有一天呢 在广播里啊 听说的这个小孩子呢 走路是内八字 歪的走的 斜的走的 医生说要动手术矫正 听众就问台长该怎么 看了他图腾之后就给他指出 因为他的身上有很多的螃蟹 有一次他肯定吃了个螃蟹精 所以这位听众原本是吃素的 怀孕之后呢 医生说这个孩子的发育不良 所以这个人呢就喜欢吃三劲肉 他以为三劲肉 结果呢在外面店里吃了螃蟹 他后来知道了 这个三劲肉原生也是活杀的 所以18天之后 这位听众又打中的电话 因为台长叫他念了20张小房子 这个孩子居然走路 明显的好转 我给大家播一下当时这段录音 谢谢 您好 您好 我想请您看一下那个08年 蜀王蜀的图卡 是女孩 我想问一下这个小朋友 她那个走路那根脚 有点内发是蛮厉害的 我不知道是因为小时候 我给她鞋子为穿好 还是怎么看医生的话会好吗 有的说要脚动 有的要开刀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少给这个小时候 吃点螃蟹就好 对 我本来是吃素的 怀孕以后 一生说那个小孩 你想那个发育不好 我到店里吃过两次螃蟹 我不知道这是活杀的 那个肉血 后来生下来很大的 我才知道那是活杀的 我就跟你讲了 这个两个大螃蟹是螃蟹筋吗 对 那怎么这样 我告诉你 就在你孩子身上 所以她那把子就像 就像螃蟹爬的前面两个爪子一样 是是是 一模一样 走路这么走着看得懂吗 所以你们不能乱吃东西的 还要吃肉血 我告诉你 你自己找没头啊 太阳 我是在参加切工课 然后我妈要在房产那小房子 那边念了二十几张 念了二十几张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脚真是好一点 谢谢太阳 谢谢 所以我们做人要达到智慧的圆满 我们心容太虚 我们要永远学习大海 心这么的宽大 永远在最低处 我们的心态决定着我们的命运 所以心态好的人他一路顺风 心态不好的人他到处碰壁 大家要知道开悟人生啊 要悟出人间的虚空无常 什么事情可以长久的 今天你的拥有就代表你将要失去 所以学博人不应该拥有 所以我们才不会长受失去的苦痛